一年进入尾声 很多人都在期待 接下来的跨年四天廉价 有不少人甚至规划 要来一场轻旅行 但想要去日本玩的民众 可要有心理准备了 因为现在日元大升 可能会害你的荷包大大缩水 受到全球股市大地震的影响 投资人避险情绪升高 纷纷抢爆日元 推升近期日元会价持续走扬 昨天甚至创下两年来的新高 现在兑换日元 到底有多不划算呢 我们以昨天会价一块台币 兑换3.52日元做计算 如果拿5万台币去换日元 只能换到17万6千元 跟两个月前相比 整整少了将近8千日元 相当于8碗拉面的价格 有网友因此开玩笑 说现在去不起北海道 只能改去北海岸 去不了日本岗山 只好改去高雄岗山了 很多人好奇 那日元还会继续走高吗 富邦金首席经济学家罗伟就分析 在国际不确定因素还没有解决以前 美股都将持续走空 带动避险情绪上升 日元这样的趋势 至少会持续到明年1月3号 美国新国会上任之前 想到避险 很多人除了把资金转到日元 也会跑到黄金市场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昨天来到每盎司1271美元 从8月的低点以来 已经反弹了9.6% 而今天盘中价格又再度走高 一度上升到1276美元 写下近期的新高 市场上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股市走弱 也让美国一家金属交易公司的主管表示 预估金价将会保持强势 另外有不少的期货券商也认为 明年的金价走势会越来越乐观 夏世瑞营就预估到明年底 金价每盎司有机会来到1300美元 冯博社也预估会上看到1325美元 金价普顶碿